不经不觉,转会枪也来到尾声了 应该还有大约今个星期五,英国时间今个星期五的晚上11点就会完 这段时间这几天当然很多球队真的作最后努力 要真兵的真兵,卖人的卖人 譬如阿仙瑞也终于搞断了美联劳 然后曼联也有乌格迪,麦汤也走了 有传媒新组也应该会去早记 暂时不知见还是留话 然后车仔又会再入货,还是再散货,车仔也要散货 还有一队,好像有一队漏了,利物浦 你没有今个夏天就暂时没有什么动作 到现在只有卖人,就没有签过人 但不是了,来了 现在先来,录影时间就是8月29日凌晨 到现在还未官方宣布,不过各大转会大臣就已经说 不止Here we go,已经说了 这些转会费、转会费等类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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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常常情况之下,就应该这两天之内就会签入了 转会费只有一千五万欧元,很划算吧 因为只剩一年约了,原来吉艾莎和祖云达斯 所以祖云达斯也想放了 也不适合因为今季上任的新主席 就是莫达斯用的战术 中文达斯有几件都要放了,其中一个就是吉艾莎 本来吉艾莎 最初就传说巴塞,又是有个巴塞梦 谁知道巴塞那边不行,哪有那么多钱 刚刚那单来澳母才能够注册,再做多件 巴塞当然想,但是有钱才可以 又要用它了,你老母哪有钱呢 所以没有巴塞退出,反而令利物浦成功可以 介入就能够签入了 吉艾莎是否有点意外呢? 各位尼迷有点意外呢? 也算盖得挺实的,不过近年利物浦的转会也是 突然之间一传出来就已经是Here we go 阶段 甚至乎已经是埋牙阶段 这个阶段也是十分好的 起码不用怕,也怕被人抬价也好 还是不用打价,就像通街都知道 保护球员本身或是球会自己也好 好了,吉艾莎来到利物浦 对于利物浦是否利物浦很需要呢? 还有为什么? 你不是看中吉艾莎吗? 为什么呢? 还要是现在的吉艾莎 为什么呢? 我们先看看吧 说起吉艾莎 不得不提吧 他是名将之后 他父亲正是90年代效力过 帕尔玛、费伦天娜、森多尼亚等 二甲球队的前意大利国家队的前锋 所以受父亲影响 费伦利谷吉艾莎至少很喜欢踢球 小时已加入了费伦天娜的青年军 18岁正式出道 没多久之后 已经凭着牆上展现出的天份 和优厚的潜质 成功上位在费伦天娜 成为了吉艾莎阵中的前进攻线上一个主力 虽然近季费 费伦天娜自从破完产 升上班之后 一直都是中右球队 中上楼欠欧洲赛资格 和当年耳甲七雄 有巴迪高 已经相差甚远了 但这小时可以在耳甲球队上 也不容易 再加上费伦天娜的表现 大波好评 令到前线很大活力 很有生气 甚至在当时出道 没多久已被视为 意大利国家 热刺 巴黎星耳门 PSG 这些球会的注意 结果到2020年 就被肺轮的死敌 祖雲达斯 以6千万欧元 当时先借 先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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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买的方式 加盟到祖雲达斯 其实在祖雲达斯 其实在那一季 已经在二甲九年霸 二甲九年霸的时间 所以当时 废达利高基艾沙 成为了祖雲达斯的 进攻市场其中一名主力 亦都是 凭着一些 他本身的踢法 在前面 不断有很侵略性的踢法 在前面不断制造到 一些很具有威風的攻势 然后 当时 真的有戴巴拿 甚至乎 大哥斯朗也在在阵 甚至乎他家闻之初的时间 他的光芒更加概括了 当时仲在阵中的斯朗 就是当时葡萄牙天王巨星 成为了球队前场 基本上是进攻线上的发电机 但是当时 祖雲达斯 那一季 就正是派路带队 派路啊 没什么经验 一来就立即教祖雲达斯 带令之下 令到 之前 这么多季以来 在联赛的霸气 尽失 欧联16球出局 连耳甲也为免失败 所以表现是大漆所望的令人 虽然派路都搞不定了 烏沙不保 但是之后那些 也不见得好 但是 基艾沙的出色表现 也多次可以说是挺身而出 拯救球队 可以说是 所以 那一季 甚至乎是那一季 甚至乎是那几季 尘中少数 是大获好评的球员 也同时证明了 虽然球队 敢标欠奉 但是 至少证明到 他已经具备到 在欧洲顶级球队 担正大棋的一个 级数和实力了 好了 接着 近季基艾沙 但是 正正 基艾沙 虽然表现 开始时挺好 但是近季因为经常性受伤患困扰 短短续续受到大大小小的伤患 家文没多久也曾经 之后那季也试过是 断十字印带 亦是踢不久的 所以令到近年进步 似乎有少少少没有预期中那么大 还有少少停滞不前 所以在祖云达斯近这两三季 甚至乎 重要性已经逐渐下降了 逐渐下降了 近年祖云达斯 就算在尔甲里面的光黄 都被其中的死敌国际米兰 甚至乎曾经爆起了的拿玻璃 就掩盖过的 亦都令到基艾沙 亦都从当初一个 以甲的 受到触目的 未来希望新升 到现在 被人感觉很平庸 虽然 意大利仍然还有你位置 但是似乎没有以前那么硬 所以基艾沙剩下一年 加上 在祖云达斯 莫达上任之后 他觉得基艾沙的那套 不适合他那套 觉得基艾沙没有机会 所以挂牌出手就要离队了 说起国家队 基艾沙在意大利 18年起就已经成为大国脚了 当时文仙尼執教之下 十分之重用基艾沙 尤其是基艾沙在意大利进攻线上的逆风位置 重要性越来越大 当中令人最留下的深刻印象 一定是上届的欧国杯 基艾沙在那届赛事 可以说完全打起了 甚至乎 就算不是他持续前锋 都可以说 他是其中一个 可以担当大棋的人 也绝对是 带领意大利 拿到上届欧国杯冠军的重要功臣 他绝对是 当时可以说 算是意大利近年 自从零六世界杯之后 一个小高峰 一个高峰 虽然这个高峰很痰花一现 很痰花一现 很没多久之下 应该又进不了世界杯决赛周 但是基艾沙的位置仍然 在意大利国家队的位置 仍然是很重要的 到了今届欧国杯 他仍然是意大利的进攻线上 一个很受重用的球员 只不过 意大利 今届欧国杯看过之后 都摇头探色 16强出局 甚至乎 在16强 被瑞士 技术性击倒了 甚至乎 基艾沙 今届欧国杯 带领意大利出战欧国杯的时间 表现就没有上届那么好 光芒四射的时候就没有这些了 最终也出局了 刚才说到基艾沙 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可塑性甚高 可以踢左右两翼 也可以踢阜峰 甚至乎踢正前也可以 当然 对于他来说 最好的位置一定是有翼 最好就是有翼 踢回上面 基艾沙就是够勤力 这些完全是勤力的踢法 而且走位意识 也是越来越进步 经常性在前场可以制造到 不少有威胁的攻势 同时间 除了可以以个人能力做突破 甚至是争取入球 争取入球 又会不时为队友铺桥踏路 制造攻势 所以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基艾沙 对于一队球队来说 可以为前线 即进攻线上增添 可以看到不少活力 还有一个很有生气 基艾沙还有在前场的活动范围很广 就是不断利用跑动去突破迫场 同时间无球走动这方面也多 经常性利用无球走动去拉开对手的防线 为了制造空位等等 当然最杀石一定是速度和爆发力和突破力 作为一个逆风去具备这些条件 听下去这个逆风很好 老实说大家看了基艾沙这么多年 他的特点就是利用个人突破能力 揣耀力极强的踢法 同时间也喜欢跟队友配合 他又不是完全个人法 垂下头就跟他一起去 虽然他可以有这一面 但是反过来 他很多时候会跟队友配合 走的位置 或者是一些眼罩 也会有的 所以的确他未必适合莫达那一套 要后场表达控球 再去控拳那些 是 但是如果你说要踢一些高强度的足球 基艾沙是绝对可以升任的 其实是绝对升任的 其实严格来说他踢法方面 其实他也用脑的 走的位置 不是硬斑斑的 就是向前冲算数的 走的位置也尚算聪明的 其实和突破力 这些都是他的优点 可以说 这一句也是可以看看 基艾沙在过去一季 在祖云达斯的时间 无论他的进攻方面 就是控球 甚至防守方面 相算平均的 那些 无论传送等等等等 以及前场迫抢 反抢这些 都尚算是不错的成绩 来的 好了 说到利物浦 如何去签他呢 现在利物浦进攻线上 当然 还有沙拉 在这里 沙拉 像基艾沙所说的 可以升任左右翼 浮风 或者正箭头 活动范围多数 正常来说 安排的 踢两边 边路的 或者有时是前面 打反击的 又可以 正箭头的 也可以 所以利物浦 在进攻线上 加多一个 可以踢这么多位的球员 其实也很正老 还有 现在也有传 纽尼斯会 或者会离队 当然 似乎 煲水新闻多 吹水多 但是为了又难说 往往有时 大家不要忽略了 转会枪 尼尾那两天 真的往往有些 出其不意的转会 真的一个屈被十可云 纽尼斯 真的去了阿仙罗 都不出奇的 你怎么知道 现在大家觉得吹水 转过头 看见他去了伦敦 就做看测 真的不知道 这些事情 若然是这样的话 那真的要什么 都要找个人 还有一件事 别忘了 S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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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32岁 准备33岁 SALA SALA 近年见到 SALA 和变速速度 和爆发力 已经慢慢下降 不再是那一个 可以自己去捞食 自己在右脑 扭回来中间 再进球 SALA 不是的 已经尽量要 要退居 从主角变配角 做一些辅助的形式 帮忙制造一下 组织攻势 或者要和队友 更多配合 才能入球 等等 你不可能再依赖SALA 好像以前 和文尼和發明楼 在埃及文明时代 那时候 一个扭几个月 爆半场 自己去 那些 不是这些 SALA 一来 年纪打二来 只剩一年 好了 我先不要计它一年 首先 这个年纪 加上SALA 每一季 总会有段时间 都会受伤 要缺陣 就算健健康康 你也要轮换 你有欧联战线 国内有贝赛 有英超 几条战线 要轮换 现在你看到 那位 除了SALA之外 有谁呢 加普 是左边 祖达应该正箭头 路易斯塔斯也是左翼 右边 是哈菲艾利诺 但哈菲艾利诺 反而 踢了这么久 他真的踢过8号位 比最好的 所以 如果SALA 那位要做轮换 真的需要入货 基艾莎 会是一个理想的人選 健康的基艾莎 还有另一件事 刚才所说的 SALA只剩一年约 会不会绝约呢 不知道 有传真的不知道 利物浦几个只剩一年约 他呀 云迪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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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如果前面来说 SALA只剩一年约 若然他就好了 踢了今季 走了 不踢了 或者球会不跟他绝约 那你到时才买个人 没说不行 但要时间适应 是吧 那何不你现在已经 趁基艾莎都27岁 签他回来 还要他 他在早期剩一年约 都是千五万 千万现在算是什么呢 你告诉我 和千五元有什么分别呢 作为一间球会来说 千五万去买他回来 买他回来 买他回来 是好的人选 你认为未来是他的话 那也是未来的事 在他未适应到英超的时间 或者未适应到斯洛套踢法的时间 那有基艾莎顶着先 对吧 所以几样东西来说 暂时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基艾莎 就真的对于利物浦来说 也很重要 这个收购也很重要 看回来如果基艾莎来到的阵容 若然沙拉的时间 他就不放在左边 他可以踢左右翼 轮换 都是玩轮换的 路易斯达尔斯 就做一下轮换 似乎基艾莎的位置 就不会放在他正线头 以史洛来说 而且史洛的踢法都需要一个 叫做一个 未知是很逆风 但起码在边路的侧击也是重要的 第一是沙拉提堡 是不是先和沙拉做轮换 右边又可以 甚至乎真的坏点说 有什么事 有什么意欲 触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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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经常性强调 因为健康的基艾莎 当然没问题 为什么经常强调健康的基艾莎 不要不记得基艾莎是什么 基艾莎 他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男人 他真的是受伤的男人容易 只是算他去了祖文达斯 由2020年去祖文达斯 这四年间 已经十九次 因伤缺陣了 是的 已经这么多次了 所以你想想 如果以这个 即是 接近 已经是 total 以total所有赛事计 祖文达斯的话 他只是在这四年间 已经缺席了 91场球 虽然他在祖文达斯 上季就37场 各汉赛事上阵了29场正选 入了十球两个助攻 上季就已经是难得的 近年难得的很健康的一季 也入了十球两个助攻 可以吧 但你看回 四年间 他为了祖文达斯在各汉赛事 上阵了131场 入32球23个助攻 表现不错 但是同时他因为19次受伤 就total合共错过了91场球 这只是在祖文达斯 还未计算在佛林天娜 一些大大小小小的伤环 这也是难免很多球迷会担忧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勾过杯之前 有些意大利球迷都担心就是基艾沙的状态 大家都明白基艾沙在国家队 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攻球员 但问题是很担心他的状态 因为容易受伤 你怎知道他什么时候有伤 怎知道他的状态又如何 这也是很担心 当然 如果使乐的话 使乐的话 使乐就会令大家有些放心 因为使乐执教 就算以前飞燕乐 那些也好 在他挥下 就极少极少球员 会有大伤 起码因为他的流放 是懂得流放 你看到过去这两场 这两场的英超 使乐在领先之后 果断就会换主力 还换主力 知道那些容易受伤 就是频率比较高 机会比较高 他先换主力 而且在节奏流放方面 他这方面是做得比高普更细致的 所以如果你说基艾沙 可能在他挥下 未必会用到残 也可能会 让他的状态保持得好些 也不奇怪 所以基艾沙 如果你不抱的话 对他的发展来说 别说我分分钟很贵 中文达斯 当然也是那句 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他真的可以保持健康的身体 尽快融入到英超的节奏 那个强度 那他要更上一层楼 真是不奇怪的 即是他的level 更上一层楼 有件事很巧的 即是你又抱着主场 眼飞路 基艾沙 接下来会从眼飞路出战 经常胜 那会不会进球呢 他父亲当年眼飞路进球 96年欧国杯那时 分组赛第二场对着捷克的比赛 上半场他父亲就进球 一度为意大利攀平1比1 对捷克那场 不过最后那场球输了 也成为了意大利那一层 在分组赛出局 即是不能出线八强的一个关键 但起码他父亲在那里进球 基艾沙会不会来到眼飞路之后 又很快就进球 跟他父亲一样 那就看看 是不是青出于男性于男 那当然 你现在问我 我都觉得他父亲比较好 就是入球能力 或者是波底 他父亲比较好 但是 足球世界不同了 战术方面 踢法都不同了 很难完全 即是叫做Apple to Apple 比较 好了 今集时间到这里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 麻烦点赞 和订阅这条YouTube Channel CLSS,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还有在YouTube上按个小铃铛收通知 正常例如说有新节目和Live 都会弹出来通知大家 还有followPetron来远路的IG 因为逢有新节目和Live的预告 我都会在IG上出post 亦会订阅IG story 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